兄弟们大家好,我是老刀 不少的兄弟满红陈玉放在仓库里面吃灰 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用 今天老刀就给大家带来一对 由陈玉、陈玉、满宠组成的新卫法旗 这队的优势在于可以踩一切的盾 包括胎卫盾、三仙盾、脏脚盾、盾盾盾等一切盾都是可以轻松拿捏 就算逆兵种打枪兵 他也不怂什么无枪、关关张、洞察枪等都打得很随意 就算打目前版本非常强势的周瑜体系的蜈蚣队 像虎成功这种队伍也都是轻轻松松的拿捏 可以说是战场上非常的丝滑 浩主是我一个非常好的兄弟叫阮克荣荣 他本赛季也用这个队从开荒到目前打架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已经打到了快两百万的一个战功 废话不多说 先给大家讲一讲咱们的战法、兵书、加点、装备以及注意的小细节 记不住的兄弟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 然后截图保存 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 欢迎在评论区来问我 我们把战队分为主C、主T和辅助 这样组成 陈玉作为主C战法选择太平道法识别三日 太平道法增加陈玉的十面埋伏的一个发动概率 识别三日增加前三回合的一个规避和第四回合的一个爆发 群玉作为主T佩戴战法 魅惑封死证 魅惑来配合到我们辅助满宠给到的一个大招来实现一个控制 并且封死证为这队为我们的主C来增加伤害 为我们的主T还有我们的辅助来增加一个防御 辅助满宠 我们选择使用飞熊军刮骨撩毒 飞熊军可以来补一手输出 同时增加我们的治疗刮骨来给我们队伍继续来做到一个解控 同时也可以来拉拼队伍的一个选线 冰宠的选择 陈玉选择一致激乱降威鬼谋 巡玉的冰宠选择 新冰宠三军之众统军以及锤炼 满宠的冰宠选择元旗逼宫立军数战 在加点方面 陈玉全治理 巡玉全治理满宠全治理 速度搭配方面通过装备来调整速度 一术满宠二术 巡玉三术陈玉 这对着装备选择方面 巡玉由妖气刀给到妖气刀 装备选择元助甲进行一手援护 而满宠如果有妖气刀就给到妖气刀 如果你正在玩乱石封烟剧本 一定要给陈玉选择到 主动战法发动概率提升7%的一个国策 这样我们的陈玉在进入战斗之后 配合我们的太平道法以及国策 我们的主动战法的发动概率 能够提升到53%的一个发动概率 可以说是相当的恐怖 如果你马上要进入到新剧本 演奏之战 那也可以选择到我们陈玉的一个剧本特色 这样我们陈玉的自带战法发动概率 可以提升10% 而且陈玉每回合有80%的概率 获得5%的攻心和齐蒙几率 可以叠加两次 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小的司马仪 还有负面效果有50%概率 无法驱散的这样一个特性 所以说有满红陈玉的兄弟们 可以赶紧玩起来了